自古以来,皇帝的圣旨都是不可违背的,而且圣旨都会被收回,很少有能保存下来的,然而在英国的博物馆就保存了中国的一道圣旨,至今还供人观看,这道圣旨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赐给当时的英国皇帝的,当时的英国皇帝拿到乾隆的圣旨之后,先是诚惶诚恐,看了圣旨的内容之后便哈哈大笑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在很多人心目中,清朝一直是鸡贫鸡弱的印象,但是在庚子赔款发生之前,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 在乾隆年间,更是物产民风,为了表彰自己的政绩,乾隆在巴士大寿的时候,大摆宴席贺寿,当时英国的皇帝也不远万里送来了贺礼,虽然价格不贵,可毕竟是国家的朝贡,但是乾隆却没看一眼,就将这些礼物封存,英国进贡了什么礼物,使得乾隆皇帝不屑一顾,原来那份礼丹当中,包含了许多当时的先进物件,包括望远镜,战船模型等礼物,甚至包含了火器,但当时的乾隆盼, 太过高傲,并没有观看英国的礼物,如果看了,说不定结果会不一样,礼尚往来,英国进贡礼品之后,便提出了一个要求,希望能够与中国通商,乾隆皇帝一听,嗤之以鼻,他认为英国不过是弹丸小国,有什么资格与中国通商,因此便把这个要求回绝了,并且给了一道圣旨,让使节灰溜溜地走了,英国使臣灰溜溜回到国内,便把乾隆的圣旨拿给英国乔治看, 乔治打开圣旨之后,目瞪口呆,之后哈哈大笑,原来圣旨当中写的是这样,我们泱泱大国,物产丰富,根本不需要和你这样的弹丸小国进行贸易,如果你想要中国的丝绸与瓷器, 只要俯首称臣,归顺大清,便可以每年赐给你们一点,英国皇帝乔治三世看了之后,没想到会有这种好事,不用交换东西,就可以每年获得这么多的好东西,当然是笑开了怀,作为封建帝王中类祖不类附的典型代表,乾隆皇帝对于祖父康熙皇帝的推崇,贯穿一生,乾隆六十年九月,因不赶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术,将皇权集中发展到极致状态, 对权力无限留恋的乾隆皇帝,竟然做出了善未于皇室五子永远的决定,在长达六十年的执政生涯中,乾隆皇帝始终以圣祖训进行自我约束,那句朕自幼蒙圣祖康熙爷藤爱,更是挂在其嘴边长达六十多年,乾隆十六年,乾隆皇帝原具圣祖南巡之力,以实际行动开始了对康熙皇帝的效仿南巡,而后,在乾隆二十二年,二十七年,三十年,四十五年, 四十九年又接连南巡,乾隆皇帝到底完成了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壮举,可同样是六下江南,康熙皇帝南巡凡林姓俊义,官民无不服老邪幼,欢腾到作,而且被后世学者予以高度评价,而乾隆皇帝南巡则开支好凡,劳民伤财,同时饱受识人乃至后世学者诟病呢,康熙皇帝在位期间,乃系清朝入官不久,统治根基尚未稳定的关键时期,平定三番之乱,以后的康熙二十四年,四十九年,四十九年又接连南� 二十三年,康熙皇帝开启了首次南巡,很明显,这是一次明确带有政治意味的巡视,内乱过后,康熙皇帝继续拉拢和安抚江南士族民心,更需要进一步稳固战事平定的胜利果实,而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的乾隆十六年,皇权集中发展到了极致状态,统治根基前所未有的稳固,天下一统,万众一心,同时,乾隆皇帝在给出的南巡原因中, 还明确了供奉母后游览名胜,以尽孝心的说明,也就是说,乾隆皇帝此次南巡,更大的目的在于国家财力和武装力量的炫耀,政治层面的考虑已经不再重要,两种截然不同的南巡目的,自然会让给江南地方政府下达不同的接待命令,清代文人黄穷在其所著着全路中,如此描述康熙皇帝南巡时,江南地方政府的对待态度,文出南巡时,汤文正编为巡抚, 吴检省,吴芬华,玉宇州入义境,县令由座堂断世,而乾隆皇帝南巡时,江南地方官员则根本不可能在正常处理政事, 而是鸾鱼所致,万幸聚官,细于辩波,亘古未有的轰动场面,甚至一度对地方政府造成官民解决僵视,工作繁星,百事俱费的瘫痪状态, 作为清朝后宫妃嫔最多的两位帝王,拥有66位后妃的康熙皇帝和拥有43位后妃的乾隆皇帝,在对女性的追求上都绝非其他帝王能及, 但在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中,被诗人记载乃至坊间传闻中都甚少有其烈焰江南,沉迷女色的记载, 而且,根据康熙起居注册的记载,康熙皇帝在南巡中密集安排了祭祀活动,巡视和宫,官员安抚巡视等,根本没时间也没机会进行微服私访,进行不可识人的荒唐行为, 而乾隆皇帝在这方面的追求则更为直接和明确,不光后世流传着其烈焰江南的诸多传闻,在识人所著文献和笔记中也有着极多记载,据识人笔记载, 季皇后纳拉氏就是因为其劝戒沉迷声色的乾隆皇帝不成,才捂上旨,后剪发,以至于爆发了著名的帝后矛盾,除了于背地进行的烈焰活动,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还有着更为荒唐的举动。 清代戏曲作家李斗,在其所著《扬州画坊录》中,曾经记载了乾隆皇帝寻姓图中的荒唐, 红历过扬州时,令村镇民妇伯伏伏瞻养,余英回避时,令男子退出村内,不禁妇女,如此荒唐的命令,只有一个原因, 那就是扬州妇女,素有艳名,红历新时目之,玉吉是位长顶一鸾云耳,乾隆皇帝六下江南,固然有着援居圣祖南巡之力的原因在内, 但在南巡途中的巨大差异表现,必然会给乾隆皇帝带来诸多负面影响,或许,就连乾隆皇帝自己也羞愧于南巡途中的荒唐。 以至于其在善位之前,对自己的六下江南有了镇林玉六十年,并无失德,为六四南巡,劳民伤财,做无意,害有意的清醒评价, 甚至还对后世帝王明确了将来皇帝南巡,必无以对镇的组织规定,乾隆登基后,做了三件大事,被广为诟病, 第一,美化清朝历史,不仅删除了楚英、苏尔哈齐等人的真正死因,还对努尔哈赤等人进行大量粉饰, 但是,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给爱新觉罗家族贴金,第二,乾隆大量赦免宗族内部的罪人, 例如多尔滚被平反,印刺等参与九子夺嫡的人也恢复了宗纪,以显示自己的人德, 第三,乾隆借编撰四库全书为由,大兴文字语,以征书为名,实际上是毁书, 大量的文字资料在这世被毁,不仅如此,乾隆到了晚年,自称为实权老人, 但他所谓的实权,例如征免,其实并不算成功,只是一味追求面子, 而当时当权的大臣,诸如和珅之辈,更是投其所好, 大肆鼓吹乾隆乃千古圣君,让乾隆洋洋自得, 真以为自己是神圣之人,乾隆为了神化自己, 给自己编撰一个奇怪的出身,说自己是菩萨转世, 这件事,要从乾隆刚出生的时候说起,乾隆的父亲雍正笃信佛教,雍正还是皇子时, 在府邸修建佛堂,每天必在佛堂里静坐半个时辰,雍正登基后, 曾把自己居住的雍亲王府,改为雍和宫,专门供养佛像和喇嘛, 雍正还自称元明居士,以佛家弟子自居, 据《清高宗时录》记载, 康熙五十年,雍正出去打猎,天色已晚,雍正收获不多, 正要打到回府,突然看到一头小狮子,于是策马追赶,连发三箭。 小狮子奔逃,雍正颇为遗憾,但不一会,一个小孩身穿肚兜, 骑在狮子上,身边一片火光,对提雍正笑,雍正大惊,连忙下马失礼, 但那男孩和狮子瞬间就消失了,因为雍正信佛, 在佛家弟子中,其狮子的乃是文殊菩萨, 所以雍正才惊慌失措,连忙下马行礼,当雍正回到家中,已经天黑, 福建乌拉那拉市连忙向雍正道喜,说, 府里的格格扭呼噜市,生了个儿子,雍正大喜,连忙进屋去看, 映着灯光,雍正一看这男孩的面容,竟然和今天在狮子上碰到的男孩一样, 雍正顿是爱不释手,十分疼爱, 而这个男孩就是弘历,后来的乾隆, 这个故事被乾隆晚年特地写入《清高宗十路》中, 朝中官员极力奉承乾隆,说乾隆有佛主胸怀, 乾隆干脆也不客气,把这个故事故意都露出去, 说自己是文殊菩萨转世,明朝丁云鹏曾画了一幅关于文殊菩萨的画, 名叫扫像图,乾隆也穿着画众人的衣服, 让宫廷画师给自己画了一幅弘历喜像图, 以表达自己就是文殊菩萨, 不过有清史专家表示,雍正打猎遇到菩萨的故事, 在雍正朝没有被提及, 因此可信度不高。 的优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